各位觀眾請注意 請勿在場內吸煙、飲食 未經准許,請勿攝影、錄音或錄影 任何人士未經授權而攜帶攝錄器材進入本場所 即屬違法 本場所負責人有權拒絕攜帶攝錄器材的人士進入 在節目進行期間 請關掉無線電話、全副機及鬧標的響鬧裝置 多謝各位合作 各位觀眾請注意 請不要在本廳內吸煙、飲食 未經准許,請勿拍照、錄音或錄像 任何人士未經授權而攜帶攝錄器材進入本場所 即屬違法 本場所負責人有權拒絕攜帶攝錄器材的人士進入 在節目進行期間 請關掉無線電話、傳呼機和鬧表的響鬧裝置 謝謝各位合作 各位觀眾請記住 各位合作 水資源及供水水質事務諮詢委員會 簡稱水資會主辦 水的巡禮講座系列 在未開始講座之前 我們為大家安排了一個特別的環節 最近水資會委員 李嘉仁醫生的小明系列 剛剛又多了一首新歌 聽你醫生說 這首歌是用來推廣節有用水的 歌名叫做小明省水進行曲 請大家細心欣賞 小明省省水 小明省省省省省 世界掛尿消費 既然在不共 人人互亂浪水 沒有水抹到面紅 自旅要多珍惜 要珍惜水活地 為何盛世這般 迫張得貓重 省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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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歌 香水 馬上一場再唱 香水 他朝河面製水 香水 偉偉都要折弱 小明踢完波 他踢到一身汗 他拧開過水後 就肥滿過浴缸 還說粗我抱抱肉 真是好鬼爽 大爺見他這麼製水 就走來跟他說 記得當天 水貨要製水 要去街邊 等水 慘落 沒水洗身 補水 都沒有水 製水之苦 今天 不知道 小明呀小明 就等阿爺跟你說 製水的日子 你們真是未熬過 四天供水 只四個小時 去街邊 擔水 四圍廊 吃水真的很寶貴 亂去浪費很不妥 世界倒處污染 清水倒處缺少 為我仍在浪費水 我很想說理智 雪具要去香水 恐有天水很盡 才來後腹又去 他招心更痛 香水跟我高唱這歌 香水即刻一場再唱 香水他招可眠濟水 香水畏畏都要折讓 用洗衣機洗衣 最好儲多點才洗 浪口洗臉洗菜洗碗 就搶開水後滴滴滴 洗完夜的水 還可以用來淋花和沖刺 洗澡記得用花灑 要省水一二 沖快點 省水更何高唱這歌 省水即刻一場再唱 省水他招可眠濟水 省水畏畏都要折讓 水龍喉壞 左流水就立刻收你 用折月水浪喉 折水氣菌 這樣就人人贈 洗澡用水一河亂攻肥 水上流沒了水的 省得一滴得一滴 省水就人人怕辣 省水跟我高唱這歌 省水即刻一場再唱 省水他招可眠濟水 省水畏畏都要折讓 小明省水 省水 小明省水 省水 小明省水 聽完你這首小明省水進行曲之後 希望大家都節約用水 現在我們正式開始今天的講座 水的巡礼講座系列 一共邀請了八位不同範疇的專家 去介紹四個水資源的課題 頭三個課題已經在四、五、六月率先登場 而今天的課題是水質與健康 我們分別安排了小明省水進行曲 兼水支會委員的李嘉仁醫生 以及水務處總化驗師陳建文先生 為我們講解 當兩位專家講解完的講座之後 我們會有一個答問環節 去解答大家的提問 而且我們也很高興邀請到水支會 發放水質資料工作小組 主席張潤興博士 做我們今天講座的下席主持 張博士現時是香港城市大學 生物及化學系副教授 接下來我們有請張博士 謝謝 今天就是水支會一連四次的活動 關於水質 而今天的主題就是水的巡礼中的水質與健康 剛才大家都看到一個錄影帶 關於小明教我們怎麼省水 裡面有些場合真的要爺爺或爺爺才知道 我都未經歷過 首先我很榮幸今天做到一個… 即我扮年輕,有沒有算 其實我好像譚詠倫那樣過了24歲 我就不算我的歲數 首先我介紹今天第一位講者 就是剛才在錄影帶裡面的李嘉仁醫生 李嘉仁醫生就是1976年 他以前在香港大學醫學院畢業 現在主要是做儀科醫生 其實他拿了很多社會服務、公職前身 如果我再讀下去 就會剝削他上講講講的時間 反而我會集中說 李醫生在2003年和2005年 拿了榮譽勳章和太平紳士 大家最熟悉李醫生 無論你坐地鐵或者看電視 都會見到他有很多小名 我今早就想起為什麼小名 原來我們小時候 或者甚至現在 很多時候都是小名、小名、小小名 我想這個就是 為什麼小名就這麼收養民生 我不要阻礙大家的時間 我們等待有大概45分鐘的時間 就可以欣賞到李醫生講今天的課題 就是健康之全 我想大家星期六下週 所以我們都這麼捧場來參觀這個講座 其實都很想知道 其實我們那個水 是否與我們健康的關係 現在有請李醫生 各位好 好 馬署長 各位水媒廚同事 這個咪太太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今天可以說的事情是很多 因為水和我們的身體健康是很大的關係 下一張 第二張風格 這個風格 演唱會就不收了 我們今天會提到 水有什麼功用 水是怎樣來的 我們身體究竟要有多少水 水 同時我們的水是怎樣分配 下一張 水是怎樣分配 誰是怎樣分配 誰是怎樣分配 還是這樣分配 不要緊 你們聽到就可以了 好的 其實我們為什麼呢 我們的身體 百分之七十是水 不是單純水做 男人都是一樣的 都是這麼多是七十 我们所有的润喉、口水、眼泪水、血液、淋巴液、汗、小便 全部都是水 而我们身体其实是一个很大的化学工厂 很多化学东西都是要水 这些化学的作用才可以做到 还有我刚才提到我们的整个长度 我们的呼吸度是要湿润的 而湿润没有水又是不行的 有些好像维他命A、维他命C 维他命C这些是水溶的维他命 是要靠有水分它才可以溶化 我们才可以吸收的 另外我们的关节、粘膜等 又是要很多东西润滑 而这些润滑的剂也有水分 所以说其实全身都是要水 但是有一句话 我以前也在教育电视说过 我们要喝八杯水 但坦白说我一天喝不到八杯水 也不是那么多人一天喝到八杯水 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身体需要水 但有很多食物 包括水果、蔬菜 里面都有水分 你吃这些已经吸收了水分 不需要执着每天喝八杯水 还有我们身体有很多其他的生产代謝 很多反应都会有些水製造出来 所以说不是一定要喝八杯水才是最健康 你只要喝适量的水 因为我们的人是会有颈渴的 有颈渴自然会喝水 他完全没有什么需要 他的身体足够水分 身体就不会叫我们 好喝水 所以说我们说水 我们的量要多少? quantity 但是我们现在也很重要 看看质量好不好 如果水是不干净的 有污染的话 你喝多多都会肚饿 而水对我们的健康 当然由个人开始 一个人如何影响他好的水 適当的水 要我们来健康 但是其实不仅是个人 是全世界 全社会 都会因为水 令到我们这个世界健不健康 接下来 在以前的世卫总干事 Dr. Lee 他说过 如果所有人可以有健康清洁的水 以及有好的卫生设施 我们已经赢了很多对疾病的仗 水和卫生设施 这是全世界的共同需要追求的东西 接下来 最简单 譬如如果我们的水不好 就会影响到我们的所谓 会不会是营养不良 譬如我们的铁质 铁质不够 会有贫血 这是很重要的 另外如果水是不健康的话 我们有很多病 例如药质、血吸蟲病、欧蟲等 然后我也会讲讲 一个是所谓的肚射 肚射在香港很简单 有些人吃喇叭牌 有些人吃症路丸 有些人去看医生 但是其实尤其在第三世界 很多人因为他这样死 是死的 我们迟些做个数字 下来 好像我说死是什么呢? 只是肚射 每一年死1.87万人 170几万人 因为是肚蛾而死 尤其大概最重要是影响儿童 是差不多百分之二十 比如2004年 都是因为水不干净 肚蛾而死的 这是很重要的 还有 我们现在究竟是 是不是真的 所有有很好的水源呢? 但是我们发觉 884 million 那么多人 是没有一个好的水源 下一条 其实我们说 有没有一个好的水 是一个基本的人权需要 现在的世代 是一个人权 下一条 下一条 如果不是做这个课程 我也不知道 原来 为水而打仗 尤其在非洲 是打过很多次的 是因为水要用来吃 要生畜养牧 要灌溉 1900至1959年 有很多很重要的 在非洲十九次 60至89都有23次 但1990至2007 原来是有很重要的斗争 也有61次 所以世界和平 个人健不健康呢? 原来是要打仗打回来的 这个是绝对在香港 想都想不到 是打生打死 拿到健康的水 好了 那我们个人都知道 天气一热 我们要喝很多水 譬如 但是我们的水 不是只是在小片出来的 在皮肤出了寒 你不用去厕所 另外呢 在肺部 和大便排泄 也有水排泄出来 所以我们入 是这么多 天气热 应该多喝点水 通常我们说 一天最少喝两至三公升 就是水的需要 不是一定是喝这么多 我刚才说过 你有其他的水果和蔬菜 都有水分 就是我们计数 是这么多 接下来 好了 但是要记得 我们说是喝这么多水 如果我们身体有病的话 发烧 最近很多小孩发烧了 那就要他多喝点水 但是叫小孩喝水 不是这么容易的 那个做父母都知道 他不肯喝 一喝他就会吐 他又不喜欢喝只是水 他要喝汽水 你也不知道能不能让他喝 喝完汽水他又会咳 这是很痛苦的事情 另外 如果他吐或者肚子 那会是脱水的 记得 如果小孩一吐 你不要吐完之后 立刻一大杯水给他再喝 因为他立刻会吐出来 记得如果要吐得很重要 接着那两个小时 尤其是小孩 每五分钟是一匙清水的 五分钟一匙 他想吐也不能吐 但是如果你这样 每五分钟一匙 去到一个小时十二匙 已经有六十施司 如果你一次六十施司给他喝 他一定会吐 所以慢慢喝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之后没有吐 可以多喝一点 但是不需要逼他 是少量多餐 这样补回水 如果是怀孕的 是妈妈喂奶的 那当然要多喝一点水 如果你怀孕喂奶 你是喝奶粉的 那在银子里给多一点水 也是要水 下一条 好了 很轻微的脱水 你不知道 当我们去到百分之十度 眼睛开始深入去 为什么眼睛深入去呢 原来我们眼后面有些脂肪 水在那里 会先少了 所以眼睛深陷了 若是婴子的前窗 婴子在那里 会再粘下去 自己开始会累 好 很瞄作 你要看到 你的肚皮 你的肚皮 通常我们要 小朋友的肚射 水份不够 你人的肚皮 正常的婴子的肚皮 很快就会充满 不会像这样 现在的肚皮 会有横起皮 如果有这个现象 他已经起码有中度的脱水 要尽快去看医生 在肚皮上 这个已经是较为重要的 你看到他没有力 已经疲累了 眼睛是深了 深了进去 同时他身体是冰冻的 摸下去的脈搏也不太好 小便又会少 然后他也会出血 大便出血 如果有很严重的肚射 可以死亡 死亡率达到50% 但是这些情况现在在香港 不复再见 以前有 下一条 这些是一个很特别的脱水 是酸酸是高的 酸酸是高的 酸酸是高的很多原因 或者未必有时间去讲 譬如我们土窝 我们医治 吊盐水有很多种 如果吊得不对 他的脈搏高了 眼红 他人会抽筋 颈又硬了 这些是一个很特别的脱水 下一条 这些呢 在一九七几年都见到 我最初做实习医生的时候 在伊丽莎白A1病房 那个叫柯房工 不是秦始皇柯房工 是进去 每个都差不多是柯仔 是很怕去做那里 因为那时候的钓盐水 是在这些头皮的位置打 好像现在在内地钓针那些 但是那些呢 因为已经脱到 直接是皮包骨的 是很痛苦 有这样的现象 很痛苦 你说给他奶喝 他的肠已经不受得了 一直是这样的 变成了一路皮包骨 很多时候都是不行的 有其他细菌感染会死的 幸好呢 因为我们现在 水健康了很多 人健康了很多 就没有这些情况再出现 但是这些情况 我相信 尤其在非洲那些 在印度某些地方 一定会存在 所以健康不是必然的 我们要很努力的 下一条 好了 其实呢 地球靠水的资源真的有限 所以小明要唱坑水歌 巴西、俄罗斯、中国、加拿大、印尼、 美国、印度、哥伦比、江国 这九个国家 是有全球淡水资源百分之六十 这么少国家已经百分之六十 其他的一定少很多 所以一百年后 会不会为食物、为水而打仗呢 真的不敢说 如果我们再不懂怎么省水 不怎么想想 譬如真的会不会用海水、咸水化、淡水呢 这些我们一定要很努力去处理 要教我们的下一代 如何去节约用水 如何用得其所 下一条 全球欠缺安全水源有七亿八千万 然后我们说缺乏基本卫生设施 就是厕所那些 二十五亿 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目 水化 不只是个人 而是社会 这个世界 我们要正视的问题 下一条 我们刚才说过 有什么地方 是没有这个 我们叫做 Drinking Water 就是说水可以经过 由水源有安全的引水道 去到它饮用的地方 在这些地方 是少于百分之五十 红色这些 是有安全的食水供应 这是缺乏的 当然 你看回 在这些发达国家 很多都有 但是就算在我们中国 数字都是76至90% 我记得那时候 十几年前去内地 很简单 水 他们没有水 去西北打井 一个多少钱 国家要多少个 我们都不敢搭嘴 因为真的要太多了 是根本香港一个 所谓慈善团体 你是做不来的 是要博家的财力 才可以做到的 下一条 香港是非常好的 我们很稳定的食水供应 是要多谢水务处的 现在我们的食水 百分之二十至三十 本地是习水区以前的水塘 其餘百分之七十八十 东江水 对我们是非常重要 所以我什么时候都说 麻烦感恩 不要经常在闹上面 好了 我们现在的估计 现在的公水安排 是足够本地去到2030年的 下一条 但是如果是一些 没有完善水的地方 很多病 霍乱、荔疾、伤寒、肝炎 不等会有机会 我们会讲的 霍乱 还是有三百至五百万个 霍乱个案 下一条 香港是全世界上可以享用最安全食水的地区之一 而我们的水质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 饮用水、水质、准质 我们的水是好、干净、卫生、不含病原 是细菌的食水 这个你们可以放心 下一条 好了 有很多问题 是时时问的 以前做电台 之类 很多时候会被人问 我们的水是否很干净 如果你去百负公司行 你会发现很多人推销 有没有安全的要测试 有些很贵的 还有 我们的食水可不可以直接开水喉饮 因为在外国很流行 下一条 好了 这些很多不同的 我不懂 下一条 其实在我们水务署的供水系统 是符合了世界卫生组织 同时我们也会在泪水厂、书水网络 客户水龙头内、样本、时时化验 可以看到我们的水质有没有事 而作出改进 下一条 所以说 其实我们不需要用泪水器 为什么呢? 泪水是一个测试 有很多东西在这里 如果你不懂得如何清洁 保养不当 反而那里是变成一个细菌的温床 所以说 其实如果你是害怕的话 你喜欢煲一下水 喝冻水 已经是相当安全 不需要另外浪费 下一条 好了 直接水龙头 理论上 我们的水 经过泪水厂来到 理论上是可以的 但是香港的做法 因为地方太多 很多时候 经过大厦侯馆送到用户的时候 侯馆缺乏保养 影响到食水 很多人都有担忧 下一条 下一条 这些是一个生兽 无奈唐层 度身的钢管 以前用的这些 但以前这些管 到了这些时候 有些好像生兽 生兽 当然是铁质的 亦都以前传媒问 那些水一黄 真是不能喝的 其实我们喝 一些铁质 有黄了 喝了下去 身体不能吸收 因为铁有很多种形体 有些铁 你才能吸收 普通这些 你吸收不到 你立刻把铁质拿出来 但是 我们身体要铁质 你就不是靠喝了这些生兽的铁 你也不是买一块铁去咬咬咬咬咬咬 不要用的 因为吸收不到 所以说 其实有些人铁质不够 就吃铁丸 吃铁丸 你不用咬碎它 那些是特别的做了出来 是身体能吸收到的分量 好了 如果黄是怎样呢? 下一条 在正常水洞的情况之下 如果你是开水喉有少少黄 你开久一点 带微黄的 就是没问题 去了就不用害怕了 但是如果真的越来越黄 你的大厦真的要考虑 需不需要更换水管 下一条 其实这些就要等会问一下专家 问一下马厨长 有很多不同的管道 这些究竟用哪些 哪些好 我想是不同的价钱 现在最新的水管 当然比以前好些 有这些呢 我们就会少黄色的水 健康很多 看上去 下一条 另外一件事呢 大厦水箱 在以前 你看到 小明坑水进行曲 喊的是 楼下山水喉 年轻人不懂 为什么楼下山水喉 关什么 因为现在很多大厦的水 是泵了上去 然后一个水箱下来 但是在我们年代 我们的五十后 那时候是 底下 一直由地下 泵上二楼三楼 住四楼 就叫救命了 四天供水 四小时的时候 等到两个小时都没有水 真的很害怕 那么大厦就留下山水喉了 那些水箱 如果骚髒的话 也有污染 下一条 清洁了 凉了多少 这样一定要大厦的管理 做得好 下一条 如果大厦的清洁系统有怀疑 可以煲了它 但是你在乡村 很多人喜欢住村屋 天然水源 那些水很清澈 但是有时候有些是看不到的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水源是怎样的 麻烦你煲滚了水 才好饮肉 下一条 好了 那我的大厦究竟是否 那些水箱、水管做得好 谁知道 下一条 其实有一个叫大厦 优质食水认可计划 你回去查查 你的大厦的管理处 有没有参加这个计划 如果有领可认可的证书 那你会放心很多 下一条 好了 其实我们的水 在全身有很多不同的部门 是部份的 譬如有百分之四十 就是水在细胞里面 在细胞中间百分之十五 在血液那些有百分之五 这些这样构成了全身有百分之七十多的水 是水做的 下一条 那我们 譬如我们说 我们喝了二千 即是两个Litre的水 其实我们的身体可以分泌了 在口水 其他长度的分泌 有七个Litre 我们喝了两个Litre 它有七个Litre 我们的水分只是200cc 下一条 我们说大概两个Litre 至三个Litre 我们还有其他的 纳、甲等需要的 如果一个人 开始水分不够了 怎样呢? 一个人会觉得颈寒 然后站在那里 好像我这样站在那里 我会暈的 水分不够了 然后有个人很累了 我们看他 你们可以做到的就是 心跳很快 口很干 那些皮肤都没有太多弹力 小便越来越少 人开始蒙茶茶 可能有些不知怎样说话 亂说话 但是另一件事 如果你的身体的肾有事 当不可以排出的水 人会有脚肿、肚肿、 不能呼气 好像很肥 然后又会有肺积水 重很多 这些一边就是不够水的病症 一边就是水分排不到出去 过多 一个人是会发生这些事 下一条 这是不同的范畴 心有事 肝有事 又或者肾有事 都可以令到我们有水肿的情况 下一条 好了 所以我们因为很重要 我们的水 身体要多少水 如何组成这样 要很小心 我们的身体就可以很小心 很厉害地处理到 水分和我们身体的血糖一样 过多也不行 过少也不行 例如我们说 可以少到一天 500cc 可以 因为为什么呢 例如你根本没有出汗 你说可以喝水有少 你觉得水的需要 便少一点就可以了 如果 你突然间 你身体内的疤 低了 你又会水肿 水肿可以很严重 我们刚才说的 只是手肿、脚肿、面肿 但是如果你的脑肿 是很严重的一件事 所以身体也要调节 有一个好的身体 功能好的身体 才令我们所有水分 令身体的osmolality 是要维持正常的 我们一个人才可以正常运作 下一条 好了 我也是刚才说的 喝水里面 有个胃、胰壮、肝 是排泄很多水出来的 而在开始 由小肠、大肠 一直吸收 所以在大便出来 是100-200cc 在大便那里才排泄出来 下一条 好了 而一个水 如果不健康 有细菌的话 会令我们有传染性的吐射 在这个世界 社会卫生 或者其他的病 很多时候 就有细菌 在食物、在食水 食物都是一块块 但如果食水受到污染 有很多细菌 这样的影响 就可以相当大了 下一条 下一条 我们有很多种菌 有些 所谓小菌 即是在普通显微镜下看到 有些普通显微镜下看不到 这些是过滤性的病毒 有些又是寄生虫 有些是因为水的环境不好 令到我们病 我们一直会说下去 下一条 好了 这个表里有很多东西 差不多都列出来 过滤性病毒 我们最近常说的是 轮臟病毒 另外这个表里没有 有些是叫做 乐玉克病毒 腺臟病毒 那些 全部都是一群的病毒 麻疹也会令你治疗 不过幸好我们现在很少见了 最重要是细菌 大肠肝菌 很多种 大肠肝菌都分为很多种类 另外在公共卫生很注重的是 尼疾 沙门氏菌 弯曲菌 还有刚才说过 全世界很多地方有霍乱 另外有些所谓寄生虫 这些我们待会再说 下一条 好了 轮臟病毒 严格来说 是令你肚子 但是和食水的卫生 不是一个直接关系 为什么呢? 轮臟病毒肚子 是很常见的 现在的小朋友 我们说出生之后 六个月前 吃两次或者三次的口服 轮臟病毒的疫苗 希望他们不要在最初的一年两年 严重吐射 为什么呢? 因为大一点的小朋友 对付脱水是好一点的 最小的小朋友就最危险 所以说在六个月之前 我们就让他们吃些口服轮臟病毒 那些疫苗 这些一个 为什么叫轮臟病毒呢? 下一条 上面的一幅 就是一个个 好像一个轮 一个车轮 就叫轮臟病毒 另外一个 就是Novolivus 就是这个 绿队病毒 绿队病毒也是一样 肚饿 但是两个肚饿有些不同 轮臟病毒 绿队病毒都是秋天冬天最多的 这个一吐就吐 但是绿队病毒 很多时候才是吐的 一吐 所以去到秋天冬天 如果那些 家里有小的小朋友 他一吐 你不要那么紧张 立刻冲进去 和他抹干净 麻烦你先戴口罩 因为他一吐 这些病毒就飞出来 令到全街一起吐 所以说 但是这个 是未有疫苗的 所以说 这个是有的 所以现在有了这些 尤其在美国 我们发觉 因为轮臟病毒 肚胎入医院 是少了很多 是有用的 另外这些 亦都叫做腺脏病毒 都是病毒一种 没有什么特别 但是所有这些病毒 我们是没有特效药 可以对付它 我们只是补充水分 改正电解质 这样去医治这个 所以最好是预防 Next time 好了 另外 就是这个 陶窩 什么是陶窩 是一天最少三次 完全是水分的 那些才肚胎 不是肚胎 不是肚胎的 不算正式肚胎 有需要的话 有些医生会用 适量的止肚细药 不是肚胎要肚清 因为有研究做过 就算肚胎 有适量的止肚细药 是令小朋友舒服很多 父母舒服很多 但是不会拖长病情 另外一种 就是我们所谓 大肠肝菌 大肠肝菌 所有人都有 但是有些 就会令到我们生病 有些就没事 所以有大肠肝菌 不是说一有一定肚胃 但是病从口入 很多时候如果有些糞便 有些出了来 尖污了食水 而食水是不安全的话 又会令我们肚胎 最常见的就是大肠肝菌 这些在电子显微镜下 这样一条 小小一条 当它有这样的数量 很多就会令我们肚胎 下一条 另一种 以前常见很多 现在少见很多 就是肋疾 1980年代 很多时候 小孩子病房 大概一个十岁 十一岁 小朋友 肚胎入院 最常见的问题 是 大便是否有血压 是 第二句我就会问 是否回到深圳 不同 现在小明游深圳 以前的深圳 八几年前 1980年代 1980年代 他们的食物卫生 不是那么好的 很多时候 会中招 而这个肋疾 除了 蛤 血的大便 很多时候是抽筋 又发烧又抽筋 嚇死父母 一说 很多时候都会中 回深圳吃东西 所以说 现在深圳的卫生好些 有没有真 有没有假的 我不知道 不知道 深圳会 现在是少了 另外一种 下一步 首先 这个是 Sigella 就是蜜疾 这个也是 蛤的很重要 蜜疾的蛤 有血 另一种 下一步 这个就是蜜疾的菌 在电子显微镜下 是这样的 下一步 这个就是沙门氏菌 沙门氏菌也是很常见的 在食水 不洁症的食物 尤其是鸡 鸡骨里面 你煮熟的鸡 白切鸡 里面的骨 可能里面有这样的菌 你不知道 好了 如果你吃不完 放在冰箱 拿出来 而热得不够的话 很多时候会中招的 沙门氏菌 也试过很多鸡蛋 吃生鸡蛋 也是中了沙门氏菌 而沙门氏菌 这个麻烦之处是什么 如果婴儿子头过一两个月 惹到沙门氏菌 是很多人害怕的 它可以令到骨有事 脑炎 什么都可以 大的是什么 拖来拖去 拖不清 到时候会弄你 我时时比喻 沙门氏菌好像游击队 你找军队去杀他 他就躲起来 没有军队出来 他就弄你 所以是一个 拖得很长的长度发业 食物卫生 食水卫生 是很重要的 下一条 另外这条 弯曲菌 好了 另外 霍乱菌 下一条 这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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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乱是怎样 香港幸好 很久都没有见 霍乱 他的肚尸是怎样 他的肚尸可以不痛 但是坐在厕所 起不了身 你一想起床 又想躲 不停地躲 躲到你脱水为止 躲来也有这样的情况 幸好我们香港很多年没有霍乱 如果一旦有霍乱又液浮 香港的旅游业、零售业又受到很大假击 所以我们很感谢水母柱做了很多事情 避免我们有这些细菌的影响 因为霍乱 是很可怕的 如果你控制得不好 经过食水传染 真是一发不可收拾 下一条 另外 有很多寄生虫 我想我今天不说了 下一条 看看照片 这些是其中一只 很多人会害怕的 拍出来好像星球怪兽那样的 这些也是经过不洁食水 引起出来的叫做 Giadia 叫金迹虫 下一条 这些是不同的寄生虫 是在食水 不干净食水 传播给人类的 下一条 谢谢 好了 我们怎样可以预防 避免少些肚射呢 譬如我们说 最重要的是 食水 Water treatment 很重要 卫生设施 时常叫人家洗手 如果情况许可 很多时候我们会鼓吹母语 好了 刚才我说的 口服轮狀病毒的疫苗 麻疹是一个很可怕的病 不过现在就少很多了 因为麻疹也会吐射的 好了 有一件事就叫做霍乱疫苗 以前我们说要打针打霍乱疫苗 但现在很少打 在有些的书里说 譬如这本书 譬如这本书 它叫Colora Vexit 它有效 但未必有很多人同意 很多时候我们到现在来说 发觉霍乱的疫苗 没什么用 不是保护了很多 时效不是很多 所以最重要 都是食水卫生 食物卫生 因为 如果你就算是霍乱 你进医院 补回水 一样是可以医治到 亦都有抗生素可以对付它 当然 如果我们一路怎么医 当然可以吊盐水 口服 有些特别的营养水 所谓 接下来 好了 这些是教为医学 究竟如果我们不同的脱水 轻微的 当然没有什么特别的 要多喝点水 重要的 就是要一路看着你喝多少水 同时有需要 就要吊盐水 看着电解质点 有没有酸性中毒 糖分够不够 接下来 好了 最重要的是很多种方法 我们要避免到 长期的肚射 令到一个人 就有营养不良 好像刚才那个很可怕的 小朋友那么痛苦那些 当然有需要 我们要给抗生素 接下来 这些就是不同的医疗方法 譬如我们说 大肠肝菌 有一种叫做 不同的医疗方法 接下来 也都是预防方面 除了我们的安全食水 也都是已经说了的 轮臟病毒的疫苗 这个是有争拗性的 霍乱疫苗 接下来 好了 灯架热 灯架热和食水有什么关系 不是直接食水 即是说 我们的水源要好保护 家里的水 有污水要处理 不要把水放在那里 釀蚊 香港 很幸运 我都未见过灯架热 但是今年 在新加坡 我知道新加坡政府 是派一些 我不知道是否 派水 炆帖 给所有人 为什么呢 因为有很多灯架热 有很多灯架热 亦都是要他们一个 全城在新加坡 是如何防蚊 如何清洁的地方 因为灯架热 譬如你这么不幸 去新加坡 最近惹到灯架热 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事 可能是发烧 先发一次烧 隔三四日之后再发一发烧 我们叫马鞍式 两个发烧 有些骨痛 没有什么 但是灯架热 最可怕之处 就是当你惹到第二次之后 第二次 你可能出血 可能会死 是很危险的 同时灯架热 惹了之后 有很多人累得很厉害 上班到11点多 已经累得不能动 他不是炸病 他真的很累 这些灯架热的可怕之处 所以又是和水有关 是健康之存 如果你处理食水 处理环境的水不好 以后会有其他东西 下一条 这些又是个人卫生 原来和水的卫生 你的手洗得不干净 还是与之类有关系的 下一条 好了 我们的水不是说细菌 其实有污染 有没有化学污染 其他的重金属污染 我们的河流 尤其我们听到很多报道 在内地上流工厂 乱地扔水下来 下流的人摘水 喝水 这些污染的问题 是要靠政府一路怎么监察 我们的水母处监察得很好 但当一个国家很大的时候 会是一个很头痛的问题 所以不应该是靠国家 是有自己的工厂 拿出一个良心 如何去做好这些污染的处理 下一条 有很多是有天然自己的东西 有个自然的化学 有些是没有办法 有时候都不知道哪里走出来 但是这个要当地的环境去监察 这样才可以我们有一个很安全的水源 下一条 譬如有很多种 譬如阿仙力这些 它影响皮肤 有些我们说水银 最怕水银中毒 水银就会令到一个人 Mercury Poisoning 这个在几十年前 有些在日本 上流有工厂 有水银 下来之后孕妇喝了 有些出生 就有很多 畸形 很多神经受损 的宝宝 走出来 这些是很痛苦的 所以其中一件事 水银 以前我们说用水银探热針 我们现在很多的血压计是水银 但是水银真的有毒 这些就不在食水那里 那些是关心这些水银中毒 是气体 是在水银工厂做的东西 所以在预测的未来 Mercury Poisoning 就因为这个问题 很多水银做的仪器 会慢慢消失 以后就没有了 这些是很多 我也不会慢慢说 总之 如果我们的水有化学污染 也会影响我们的健康 下来 这个就是Millennium 千禧年世界的梦想 我们是健康 希望有1,2,3,4,5,6,7,8 而这8种都是跟水有关的 你在这个 如何可以 譬如我们说 如何减少儿童的死亡率 当然我们要好的食水 要救食水 同时如果小朋友肚子 我们可以医他 所以所有的东西 这8样东西 8个我们这个Millennium的希望 都是跟健康的水 完整的水 良好的水是有关的 所以我觉得 我们要尽一分力 如何可以 折弱用水 而我们的工水 是这么好的 我们很值得自豪的 好了 时间就差不多了 多谢各位 谢谢 首先我们很感谢李医生 跟我们说了 刚刚那个课题 刚才我想我们看了很多东西 我就不知道你们的感觉 如何我越看越害怕 就是很多的细菌 病毒 但是为什么我们喝的水 又不是那么大问题呢 我想就要努烦下一位港姐 等着陈建文先生 就说水的真情告白给我们听 他说上来之前 我首先要介绍一下陈先生 陈先生现在是水务处的 总水务化验师 他现在也是英国皇家化学会会员 特许化学家 和英国水务环境管理学会会员 八一年已加入水务处 亦发表过很多和水研究的文章 亦在英国的水研究中心接受过训练 在水务处这么多年来 担任不同的岗位 包括食水处理、水源管理 最近我们比较关注的 辐射监测 先进化学微量分析技术 和很多水质科学部的实验室管理 他现在主要是负责统筹水质科学部的运作 和相关服务 在我担任水智会这么多年的活动里面 很多时候我都是边做边学 找陈先生打电话问功课 不要阻挡大家时间 陈先生会把我和你讲的课题 就是《水的真情告白》 里面有很多篇 有整七篇 现在我们将台交给陈建文先生 谢谢 多谢张教授 当大家在家里开着水喉的时候 大家有没有曾经想过 这些水来到你家之前 曾经经过什么处理的程序 这些水质又是否合乎标准 以及是否又适合安全饮用呢 我们今天这个《水的真情告白》 就会有七个篇章 那就希望带大家穿梭 在水的宏观和微观的世界 那我们先讲水源篇 我们香港的水源 只要是来自东江有七至八成 而本地收集的雨水 入了我们的水塘的 也有两至三成 香港两个大的水塘 相信大家都会认识 就是淡水湖和曼仪水湖 东江的水源 是源自江西省 一个沉污源 那东江流域的面积 有三万五千平方公里 相当于差不多三十五个香港那么大 那东江流域有九成 是在广东省里面的 每一年的水量 是达到三百二十七亿立方米的 水量是非常大的 由源头江西省去到我们太原秋水站 那个河道的长度 大概有四百九十公里 来到太原秋水站之后 我们会用专用的输水管 大概有六十公里 将东江水直接送到深圳水湖 再经过深圳水湖的水管 就到达木湖秋水站 讲完我们的水源 也都要讲一下水的特性 如果大家在第一堂 有来到听听陈龙新教授 讲的水的特性 也都有类似的描述 水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化合物 我们可以叫它 它是由两个氢的原子 和一个氧的原子结合而成的 它的分子量很轻的 只有十八 但是它能够在室温里面 以液体的形态存在 相反 有一些比如流化氢 就是一些臭蛋味的东西 它的分子量是三十四 但是它只能够以气体存在 我想大家 如果有上过陈教授的一堂 都会记得回 就是因为水和水之间 是有一个我们叫做 氢健 Hydroxen bonding 它就可以令到这些水 可以在不同的形态出现 从而可以形成一个水的循环 水基本上是全能的溶剂 它可以溶解很多气体 包括氧气 如果水不能溶解氧气的时候 你家里的鱼缸就不能够生存 它也可以溶解电解质 也可以溶解一些有机的分子 例如葡萄糖等 这些水也可以帮我们带一些电解质 和有机物去溶全身 正如李医生说 地球所有的生物都要水才能够维持生命 而人体的水分大概有七成是水分 所以食水对人类的健康和社会发展是极为重要的 天然的原水又不是纯水 它里面是有一些杂质的 它主要的杂质是可以分成五大类 首先就是那些原浮粒子 我们叫做 suspended 第二就是那些胶体粒子 coloidal particles 第三就是负殖物质 humic substance 第四就是那些抗物质 minerals 第五就是正如李医生说 很多微生物里面都有 microorganisms 那些原浮粒子和胶体微粒是怎么来的呢 通常来说 就是当雨水落了一些 没有植物保护的表土层的时候 他们会将一些泥土冲拆 以及将一些石去冲拆 那些泥土微粒 就会被冲进河流和水里面 也会引起水质混熟 原浮粒子通常来说 体积比较大 可以比较容易沉电 相反 胶体粒子的体积是非常小 就算是放置很久 它也是不会沉的 负殖物质 这些负殖物质主要是来自 这些植物死了之后 腐化产生的物质 它含有很大量的有机物 这些是天然的有机物 主要是负殖酸 我们叫做Humic Acid 这些Humic Acid 就可以令到水 带着啡红色 而这些负殖物质 对于我们食水处理过程的 后面消毒的步骤 也会有所影响 因为如果水里面 含有大量的负殖物质的时候 它可能在消毒的过程之中 产生很多消毒的副产品 所以我们在食水处理过程之中 都要处理这些负殖物质 抗物质 地球的地壳表面 有很多天然的物质 例如有铁、有盲、甚至有氟 这些抗物质是经过泥土滲透 或者是雨水冲擦进入水体 这些铁和盲 就会引起水带红色或者黄色 而有些抗物质 入了水后 你们是看不到有颜色的 例如氟 入了水后是无色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一个洗手盆 如果它被盲的污漬 那些颜色染了之后 就会变成一些黄色的洗手盆 含铁高的河水是咖啡色的 最后一件事就是微生物 未经过处理的原水 含有很多细菌、水族 甚至寄生虫病毒的微生物 这些微生物 有些可能是可以经过 好像李医生说 喝水的时候可以接触到 有一些 好像寄生虫那些 它未必是需要喝水就可以接触到 比如有些欧虫 这些东西 你只要用水洗澡或者接触 你都可以引致疾病 这些微生物 有可能会寄生病 或者有些会带毒性 比如有些组类 是会分泌出一些组类的毒素 大家都会看到 有一些原生的寄生虫 例如是假帝虫 就是刚才李医生说的 是会令到人讨厌 这些东西 也有另外一些 在澳洲曾经发生过 或者是美国 Milwaukee那边 发生过大量的爆发的 就是那个引包子虫 那个疾病 这些虫是会令到 很多人喝了水之后会讨厌 好了 既然这些原水 有这么多这些杂质 我们一定要把它处理 才能够供应给市民饮用 所有的原水 包括东江水 和我们香港集水区 收集的雨水 都一定要经过 雷水厂处理和淨化 清除水里的杂质 污染物和微生物 我们要确保水质 清洁和安全 才供应给市民饮用 目前香港有21间雷水厂 每日最高的产量 是可以达到500万雅方米 这间是我们全香港最大的雷水厂 沙田雷水厂 它的日产量可以达到120万雅方米 沙田雷水厂 是采用一些传统的食水处理流程 食水处理流程 传统的流程 是由几部分组成的 首先就是我们 在快速搅拌池里进行的 我们叫做运营 碎营池里进行的就是碎营 在澄清池里进行澄清过程 接着就过滤了 过滤完之后 我们会将这些水消毒 接着我们也会加入 那个窟和调整酸碱度 才供应给市民饮用 至于那些污泥 在澄清池出来的 我们叫做残余的物质 和在清洗过滤池出来的 那些反清洗的水 我们会另外处理 通常来说这些淤泥 和那些澄清池出来的 过滤池出来的水 我们会收集 接着把它浓缩 然后脱水 接着就拿去放弃 另外一些泥水厂 是采用了一些 我们叫做深度处理的方法 牛潭尾泥水厂 是设有臭氧 和活性碳的处理 滤水池的设施 而大埔滤水厂 也是香港最新的滤水厂 现在正在扩建 扩建之后 它亦可以达到 即橙水量可以达到 每日到80万立方米 那何谓深度食水处理流程 你看看大家和传统食水处理流程 是有少少不同的 虽然大家前半段都是一样的 快速搅拌池一样 碎形池一样 但是去到澄清池那里 它是未必用一个 叫做传统的 由上向下沉淀的方法 相反 它可能是用容器浮損 因为我会介绍 什么叫做容器浮損的过程 至于它的过滤池 它通常来说是用活性碳的 有一个过滤池 也可能是用生物过滤池 最重大的分别就是 它是用臭氧的 又不是用氯气做一些氧化作用 这一个过程 我们是叫做深度食水处理流程 至于那个淤泥的处理 和过滤池反冲洗出来的污水的处理 亦都是和传统流程一样 先浓缩后缩水 在处理食水的化学品之中 我们在香港用了四种 运营和瑞营那边 我们就会用明帆 或者我们叫做流酸铝 另外一样就是聚电解质 聚电解质 至于用来氧化和消毒 我们有两种都用的 就是氯气和臭氧 氯气是传统一直都在使用的 其实臭氧就只是在牛潭尾滤水厂使用 遲些在抗建中的大埔滤水厂 亦都会加入臭氧的消毒和氧化剂 第三个化学品 用来调节酸碱值的 我们主要是用熟石灰 或者是在一些小型的厂 我们用碳酸藍 第四个化学品 保护牙齿 我们主要是用那个氯化蜜 或者是那个氯硅酸藍 这两种都是用来加入水 用来保护牙齿作用的 好了 刚才我们说了这些胶体微粒 体积是非常小的 它的直径一般是低于10毫米 但是它们通常来说 它本身是带负电的 所以因为这样 它们大家互相排斥 所以为什么大家 拿一杯有些胶体微粒的水 就算你放在这里很久 它都不能够澄清的 都不能够变清的 原因就是因为大家 互相排斥这些胶体微粒 它们不会沉电 有什么办法呢 这是一个很稳定的系统 那我们就需要加入一些东西 我们需要在那个快速搅拌池里面 加入我们的叫做流酸铝的溶液 然后快速搅拌 增加它们互相的碰撞 令到水混和那些流酸铝的溶液之后 就能够中和它们的负电荷 你看到这些流酸铝的带正电荷的铝聚合物 就会黏在一些胶体微粒里面 令到它们不能够大家再互相排斥 而加速了它们的沉电 那些电荷中和之后 它们就不能够排斥 就会开始营结 然后形成了一些大一点的河粒 然后就会沉下去了 我们在加流酸铝的时候 大家都会看到 流酸铝加到水 就会出了一些流酸的物质 流酸的物质 就会用了水里面的碰性 就令到水的酸铝值就会降低 大家会看到如果酸铝值降低的时候 你是做不到沉电的作用 而酸铝值降低了之后 水里面含铝的成分就会增加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酸铝值 维持在绿色这个区间里面 有需要的时候 比如水本身的碰性是比较低的 你一加了流酸铝之后 酸铝会掉出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 我们需要加入一些熟石灰 将酸铝值维持在绿色这个范围 在香港我们通常来说 将酸铝值维持在6.4到7.2 这是一个最佳的酸铝值 在慢速搅拌之下 流酸铝在碎形池里面 就会形成一些固体的氢氧化铝的聚合物 这些氢氧化铝的聚合物 就会像一块网那样出现 这些网就会帮我们包住一些交体的微粒 这些网包住一些交体的微粒之后 它的重量就会增加 也可以帮我们加速沉淀 我们在实验室那里 或者做一点模拟 这些圆水我们没有加过流酸铝的时候 是在左手边 如果加了流酸铝之后 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胶乳一路形成 那它就可以粒了一些这样的交体粒子 然后沉淀 大家可以看到它慢慢地沉下去 有时候我们觉得 它沉淀的速度不够快 有时候我们需要加一些 我们刚才说的聚电解质 这些聚电解质是一些 我们叫做polymer 是一些很长的有机的聚合物组成 它其实有很多压叉 其实不是一条直线的 这些聚电解质是一些很长的隋入物 它可以帮我们把那些胶体粒子绑住 也都能够将那些胶乳 即胶乳就好像那些桥 搭桥那样 就将它一个搭一个 增加它们的重量 你左手边你见到就是没有加那个聚电解质的情况 右手边你加了聚电解质之后 你见到它那个胶乳和那些胶体粒子 是大很多的 亦都是沉得快了很多的 好了 这些这样的绘形的可粒做完之后 我们就要将它在水里分离 清除 我们主要就要经过这个叫澄清的过程 这个澄清过程是在澄清池那里进行的 澄清池通常来说是有几种主要的种类 首先第一就是那个沉电池 第二就是那个固体接触池 第三就是浮气 容器浮損池 沉电池是不理你什么形状 有些可能是圆形 有些可能是长方形 这一个是长方形的 它的表现 即它的功能 其实和它的形状是无关的 澄清池的作用 主要是和它在前头的绘形 和运形方面做得好不好 酸简直控制得好不好 膠羽沉得好不好 这些情况 刚才那个马鞍生的沉电池 是一个多层的沉电池 它就不是一层过的 它是分成三层 大家可以看到那些 那些这样的 随形了之后的水在这里进来 就经过这里上去 然后在这里再出来 它一路走的时候 它会将它自己的淤泥一路沉积 它会 这个多层沉电池的好处 主要就是因为省地方 差不多可以将三个沉电池接起来 就变成一个 另外一类是比较传统一些 就是固体接触池 这个就是沙田淋水厂 大家如果参观过都会见过 大家会见到 这个沉是圆形的 而蓝色这条梯 其实就是刮淤泥的那条桥 它会一路转的 一路转 一路刮淤泥 这个固体接触池 它的功能就是 将混形和碎形 放在一起 以及澄清 这里的水 进来的时候 已经加了明帆 有一个搅拌器 然后上去上面 在上面形成碎形 然后出来 碎形那一粒 就沉了下来 那些胶羽就沉了下来 清的水就浮了上去 然后收集这些清了的水 再去过滤 好了 容器浮損 现在目前只有大部 雷水厂是有的 容器浮損的过程 其实对一些水中 含有多的组类 是比较好的 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 它将一些压缩空气 融在水中 然后水出来的时候 就会变成一些很小的气泡 这些气泡 就会黏在一些混形果粒 即是混形了的 混形和碎形果粒 它黏了下去之后 它就令到它的密度轻了 就会浮上去面 换言之 它的淤泥一般是沉底的 在这个过程 其实我们叫做反沉淀 它的淤泥是在面头的 大家可以看到 左边这个是原水 没有加任何东西 这里加了不同剂量的硫酸铝 然后有一些压缩空气 噴了出来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 那些淤泥浮在上面 然后我们可以选择 哪一个测试是最好的 然后用硫酸铝的剂量 然后用硫酸铝的剂量 这些东西 这个就是大埔雷水厂的真实实地情况 大家可以看到 面头那一层就是淤泥 这些淤泥 这些淤泥就会有一些 定期地刮走 去完澄清之后 这些水就要进入过滤的程序 因为水里面在澄清完之后 就不是完全清除了里面 所有的果粒或者杂质的 仍然有一些正如的微粒 我们需要在过滤池那里清除 因此过滤池 其实是食水处理过程之中 是一度最后的防线 清除所有的微粒 如果这个过滤程序失效的时候 去到你家里的水 就不会是清澈的了 所以这个对我来说 是一个很重要的运作 就是过滤这个程序 常见的过滤池是有两种的 一种就是快速重力过滤池 这个是很传统的 另一种就是生物过滤池 大家去参观沙田泥水厂就会见过 这些就是我们传统的快速重力过滤池 你们去看的时候 就未必能看到这个池里面的介质 如何铺排 这个就是我们在实验室里面 做一个模型 你看到这是一个双介质的过滤池 面头那一层就是无烟池 下面那一层就是幼沙 接着就是粗沙 以及一些石 以及接收滤水的滤头 当那些泥水前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那些微粒其实就会失去 那个无烟煤和幼沙的里面 那用了一段时间 我们就变成不能够再过滤水 那就要把那些过滤池再反冲洗 那才可以把那些污糟的东西洗走 然后再用过滤池 那大家可以见到 这个过滤池 要清洗一些污糟的东西的时候 首先就要吹气 吹完气之后 我们就会把那些叫做反冲洗的水 谷上来 接着就冲走你吹出来的污糟东西 之后那个过滤池就可以恢复运作了 这个就是无异的过滤池反冲洗的过程 大家可以见到 我们如果谷水的时候 它那个无烟煤的那一层 和那个幼沙的那一层 是会膨胀了 会松了 因为这样 它就能够将一些 积在里面的污积 那些污糟的东西或者微粒 就全部放出来 放完出来 我们就可以把它带走 好了 至于那个生物过滤池 另外一种的过滤池 它主要是用一些生物的类料 包括活性炭 或者是一些桃粒 这些生物类料面头 就有很多孔的 那这孔的作用 主要是给一些细菌 或者生物依附来生长的 那我们目的 所以生物过滤池的用途 是用来清除水里面的 氨淡和有机的物质 例如氨淡 给一些我们叫做 Nitrifying bacteria 就是一些特别的细菌 它就能够将它变成 叫做亚硝酸盐 和硝酸盐 如果是一些大的有机物 它可以将它变成一些 小的有机物 从而用了它 它作为新陈代謝之后 就会放出二氧化碳和水 这个就是在大部雷水厂 那个生物过滤池 大家看到好像很平静 其实很多生物作用 已经在里面發生 因为生物过滤池的环境 是不可以不平静的 否则细菌就不能够 进行生物分解的功能 这就是牛潭美类水厂 活性碳的生物过滤池 我们能够清除水里面的 叫做原浮粒子 和胶体粒子 假如水里面 还有一些有颜色的金属 例如是铁 盲 甚至可能是负殖質 那我们又如何处理呢 你清除了那些微粒之后 水还有颜色的 那我们又要进行一些氧化 和消毒的过程 那在氧化过程之中 和消毒过程之中 我们会用到氯气 或者是臭氧 用来氧化和沉淀一些铁和盲的 因为在水里面 如果出现黄色的铁瘦 通常来说那些是铁的二架 我们叫做Iron 2 那我们加氯气 或者加臭氧 就可以把它变成Iron 3 就是三架的铁 接着就可以把它沉淀 至于盲 就比较麻烦 盲是因为 大家看到水是黄色的 也是二架盲 就是Manganease 2 那我们要把它加氯气 就变成Manganease 4 然后Manganease 4 是黑色的一粒粒的 就会在沉电池里沉出来 但是如果你用臭氧去处理 盲的时候 就要很小心 因为臭氧如果加多了 就可能会变成 水不是黄色 是粉红色 就是可能 如果处理不当的时候 去到你家的水 就是粉红色的水 所以我们一定要很小心 如果用臭氧去处理 盲的时候 好了 在过滤完之后 我们还要在过滤水里加入氯气消毒 我们加入氯气消毒之后 我们要确保出厂的水 每公升大概含有一个毫克的残鱼氯气 目的用来防止水在输送到你家的途中 给细菌滋生或者细菌生长 在氯气消毒的过程之中 其实最重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做次氯酸 H-O-C-L 就是这个氯气 其实是靠这一样东西去杀死那些细菌 病毒或者一些微生物的 至于你的臭氧 如果它要用来做消毒作用的时候 它主要就是靠这个我们叫氢氧基 去消灭那些细菌或者病原体 消毒完之后 我们又要加入一些氯化物 我们加入氯化物不是随便加的 我们是根据卫生署建议的分量 加入去食水里面 我们的目标的剂量 大概是每公升0.45至0.5毫克 0.45至0.5毫克 我们是用一些比较安全的化学品 就是氯硅酸纳或者是氯化纳 在外国有些地方是不用这些 这些是固体的氯化物 有些外国的地方是用液体的氯化物 就是HF 叫做氯酸 氯化物 这个是非常危险的氯化物 如果你的手接触了之后 表面上好像没事 而实际上可能会出现骨沽的现象 这个是中毒你都未必知道的 但这个是比较安全的 我们在食水里面加氯化物 主要是保护牙齿的 因为有证据证明 在水里面含有微量的氯化物 是可以有效防止蛀牙的 好了 加完氯化物之后 我们要把水调整它的酸碱值 在澄清氧化和消毒之后 水的酸碱值一般来说 是介乎6.4到7.2 这些水略带酸性 我们需要加入熟石灰 我们将酸碱值调整到8.2至8.8的微减水平 因为这样可以减低食水对你们家的喉管 或者是我们供水系统的侵食性 从而可以保护喉管的物料 好了 讲完处理篇 大家都想问一下水质的情况又如何 目前香港水务署 是采用世界卫生组织的 飲用水水质准质为标准的 这个标准 其实是由90个国家 超过490位专家的意见 根据各地最新的科学和医学的资料编制而成 这个标准是一个科学化 权威和有代表性的标准 而很多国家都会采用这个标准来参考 或者制定自己国家的标准 但是要记住一件事 不同的国家是会因应自己的国情 制定自己的食水标准的 所以是不适宜 将世界卫生组织这个标准 和其他国家的标准比较 例如有些人说 欧盟的标准又如何 或者是美国环保署的标准又如何 其实是不可以大家直接比较的 好了 水务署在2012年8月 就已经开始采用世界卫生组织 最新的飲用水水质的准质 来监测香港的食水 这个水质标准 里面就有89个和健康有关的化学监测项目 加一个指标性细菌 和两个辐射低查的参数 总共来说 这个我们叫WHO2011 这个标准里面是有92个水质监测项目 总共有92个水质监测项目 水务署就在8月开始 已经按照这个标准来监测食水 我们只用了13个月的时间 就已经可以由我们旧的标准 WHO2008 就转换到新的标准 WHO2011的化学监测的标准 可以分为五大类 就是有些自然的物质 比如好像李医生说过的 披霜 Arsenic 我们叫做生 菇 菇 或者是棗类毒素 这些自然的物质 有一些就是 农业用的化学品 比如肥料 或者是除害剂 有一些就是工业 或者家居用的化学品 有一样都挺特别的 就是在食水处理中使用的化学品 以及在食水过程中 产生的副产品 亦都是 还有一些就是 那些处理过之后的水 和水喉的物料接触 比如塑化剂 或者其他这些化学品 另外一个标准 就是用在公共卫生 控制那些公共卫生的擦虫剂 比如DDT 这个是比较特别的 除了是我们按照世界卫生组织 那个标准去监测水质之外 水务署亦都是实施了 一个水安全计划 这个水安全计划 其实是用预防性风险管理原则 和多度屏障的体系来监测水质 全面这样去确保水质的安全 这个目的就是防止 这个水安全计划的目标 是防止水源受到污染 亦都是透过食水处理工序 清除里面的污染物 和亦都防止水在输送过程之中 受到污染的 简单地说 水安全计划是有九大项的 首先我们就要知道 这个供水系统里面 存在什么实际 或者潜在的风险 然后我们会评估这个风险有多大 每一个风险 我们要制定一些监控的措施 就不是说发生了事之后 我们才问如何做 而是事前 我们已经想定了 如果发生这件事 我们要如何处理 制定了这些监控措施之后 还要进行一些我们叫做运作监测 看看这些监控措施是否有效 是否正常地发挥到它的作用 如果真的出现了问题之后 我们需要有糾正行动 糾正行动 看看是否成功 如果不成功 我们又要想想其他更多的修正行动 最后还要验证水质 也要有一些正常操作和应急的计划 和监督机制 水安全计划 我们不是说一个计划就用到尾 我们亦都需要每年去检讨和去审核 好了 水务署是有一个很严密的水质监测的机制 这个机制就全面保障由东江水、集水区、水塘和雷水厂 食水处理程序至到分配网络 用护水龙头的水质 确保我们的水质在各方面都符合WHO2011的标准 我们在供水系统里面 每一年我们抽取超过16万个样本进行化验 我们除了抽取样本化验之外 我们在木湖抽水站 即是接收东江水的木湖抽水站 和各个类水厂 都是有在线监测系统的 24小时不断地监测水质 和监控雷水厂的运行情况 实时可以量度不同的水质参数 供应香港的食水质是要符合国家的地表水 环境质量标准 GB3832002的标准 第二类水的标准 这些就是我们在木湖抽水站的在线监测系统 或者在线水厂的在线监测系统 监测项目都相当繁多 我就不再逐一读出来 除了我们在线监测之外 我们在线水厂的同时 亦都会进行一些运行监测 那就会抽取样本 即刻进行一些化学测试 确保雷水厂的运行是正常的 水木柱我们有14个水质的化验室 有4个辐射因别的中心 我们是拥有先进和精密的仪器 进行物理化学和细菌生物和辐射监测 我们的监测范围非常广阔 有物理的分析 比如pH、酸碱度、色度、colour、導电率 或者我们叫conductivity 化学分析 包括有机物质、无机物质 生物分析有刚才说的假帝虫、引包子虫 以及各种的组类 細菌分析有大腸肛菌、有种菌量 我们也有做辐射学分析 里面包括了总α、总β的活度 这些是我们在实验室的仪器 比如大家看到的ICPMS 这一架机主要是用来检测水中的重金属 这一架的气象式普宜 就是用来检测一些揮发性有机物 这些全部都是一些很先进的仪器 而检测能力是非常强的 这就是高效的液上式普宜 我们叫HP、LC、MS、MS 这些主要是用来检测一些水溶性的有机化学物 因为水溶性有机化学物的肺点 一般是比较高的 即是气象式普宜 就未必能做到分析的功能 另外一方面就是IC IC主要是用来检测一些离子 例如有些我们叫臭酸盐的离子 因为在落臭氧的时候 如果你水里面有一些叫臭的离子 就会有机会和臭氧反映 就会出了一些臭酸盐 这个臭酸盐在世界卫生组织来说 是有一个很严格的标准的 它是不可以每公升超过10个微刻 因为这一种臭酸盐可能会导致肾脏癌病 肾癌的会导致 所以我们会用IC去监测这些臭酸盐 或者绿酸盐离子 主要是离子的监测 在木湖秋水站 我们有在线的辐射监测系统 这个在线的辐射监测系统是非常先进 它的检测能力也可以很强 它能够即时量到水里面 究竟有多少人工的放射性核数 例如如果有核意外的时候 通常来说放出去 那个环境的人工核数 主要就是IODEN131 点131 色137 134 我相信大家在福岛核电站 发生事故之后都听过这些放射性核数 除了这个在线监测系统之外 我们亦都在全国供水系统抽取样板 就送去四个辐射因别中心 那里进行不同种类的辐射核数分析 水务署不断采用和研发最新的水质监测技术 目的是用来帮我们快速和进行预防性的监测 我们是不想这些水去到你家才知道 哦 原来有事 这件事对我们来说是不能够接受的 我们希望能够这些水未出厂之前 如果有事我们已经处理了 供得它出去给你们的水 我们希望是安全和是优质的 我们自己的团队 自己研发了一套叫巴马鱼水质监测系统 大家可以奇怪 为何要选择巴马鱼呢? 不说你不知道 巴马鱼的基因和人类基因 主要是疾病的基因 是有八成七相似的 所以我们为何会选择巴马鱼 作为我们的监测伙伴 我们由巴马鱼的活动和行为 可以看到水质是否正常 有没有问题 而巴马鱼可以帮我们 24小时不断地去监测水质 那我们就通过它们 在24小时里面的活动和分布情况 用来看看水质有没有问题 另外一方面 我们亦都采用一些生物化光测试技术 这个生物化光测试技术 主要是利用一些化光细菌 这种化光细菌的学名 就叫做肺希尔糊菌 这种细菌在正常生存代謝的时候 会发光的 但如果你的水 有一些有害物质 有一些有毒的东西 那些细菌的发光细菌 就会被抑制 从而我们会知道 咦 这水里面 又可能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而这个技术 其实我们在北京2008奥运 在香港举行的马术比赛 和东亚运动会比赛 我们都是用这个生物化光的测试技术 去保证供应给运动员 饮用的食水是安全的 我们就利用这个生物化光技术 这个生物化光技术 是能够帮我们很快速地 测试水质的毒性 它能够在一个小时之内 就因灭超过一千种的有害物质 所以如果它告诉我们 水没事 我们就可以很放心地告诉市民 水是安全的 可以饮用的 好了 我们做了这么多水质监测的工作 大家可能会问 你的水质数据是否准确 是否真的可靠 我可以告诉大家 水务署所有的化验室 工作是要符合 那个ISO或者IEC 17025 2005的质量保证系统的要求 所有的检测工作 都要符合这个系统要求 要确保水质数据可靠 有效 以及可以追溯到国际的标准 因为水质数据对我们来说 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很多时候 署长他们或者是要做决定的时候 都是要根据一个可靠的水质数据 去做一个决定的 而雷水厂的运作方面 我们亦都依照那个ISO 90012008品质管理系统的标准 去进行运作的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那个品质是有保证的 那我们有些主要的实验室 其实亦都獲得了香港实验所 认可计划 我们叫Hoclus的认证 主要又有四间的大一点的实验室 就是新界东 新界西 北港 和大埔化验室 好了 我们检测完这些数据之后 我们是会将在香港 木湖秋水站 接收东江水 和香港食水水质的监测数据 交给水资源及供水事务 咨询委员会 我们简称水资会的委员 检视的 水资会属下的 发放水质资料工作小组 就会开会 确认这些数据 之后水务署 就会将这些水质监测数据 上载到部门的网页 被市民查阅 大家可以在这个网站 查阅到我们过去十二个月的水质数据 而所有的水质数据 亦都会每六个月更新一次 我们对水质数据的发放 是非常公开和透明的 这个就是我们放上网的水质数据 东江水的水质数据 我们是放了GB38300 2002第二类水的水质数据 而香港饮用水的水质数据 我们是放了110项的数据在里面 大家可能问 世界卫生组织WTO2011 只有92项 为何你放了110项呢? 其中有18项 我们是超过WTO要求我们要监测的 其中包括了我们的假帝虫 以及有些数据 大家可能都会有兴趣的 比如水的酸碱值 硬度等数据 我们都放了上网 给市民查阅 好了 我们就已经将食水 处理到優良的水质水平 接着你们大家就要接力 要保持大家家企 優良食水的水质 就需要定期清洗大厦的水箱 检查和维修大厦的供水系统 如果有物业管理公司 首先我们鼓励他参加水务署的大厦 优质食水认可计划 长程可以登入我们的网页 就像李医生所说的 我们是不建议大家使用家居 是不建议的 因为保养不善 是会有很多细菌在里面 尤其是如果像现在 高温的情况之下 细菌是特别容易滋生 在那个细菌里面 最后总结篇 我可以告诉大家 香港是世界上可以享用最安全食水地区之一 我们的水是属于远水 是有低矿物和低有机物的含量 清澈、无色、不含有病原細菌 水质完全符合世界卫生组织的标准 是适合终身安全饮用的 水是生命资源、健康资本 潔症和安全的食水是非常珍贵的资源 大家要记住 地球村里面 还有超过十亿人 还未能得到安全的食水 每一日也有超过三千个小孩 死于和水源疾病有关的疾病 希望大家听完水的真情告白之后 能够做到知水、色水 多谢大家 谢谢陈建文先生 有请陈先生在台上就座 相信大家 听完两位港姐演讲之后 一定获益良多 同时都会有不少问题想发问 那我们有请张永兴博士 以及李嘉仁医生上台就座 我将以下答问环节的时间 交给我们的下席主持张博士 是 我们今天很高兴 有两位港姐和我们讲了 健康之全和水的真情告白 以下的时间就 给大家做一个发问的时间 希望大家可以踊跃发问 关于刚才的事情 那我们有同事会提起一些咪给你 我想有四条问题 第一 总化学师说 软水有什么叫软水 有软水有没有硬水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放这么多氯气和臭气 到食水清洁 那么来到我们那里 如何是确保安全 我们会不会喝那些氯气 那些东西 我问李嘉仁医生 就是说 翻煲的水是否无益 还有水滚了之后 是否要滚多几分钟才能熟火 谢谢 或者陈先生先回答 水是有分软水和硬水的 其实是怎么决定它软水和硬水呢 主要是靠水里的钙和尾的含量 通常来说 硬水的钙和尾的含量是比较高很多 而我们的软水是相对比较低的 而那个硬水呢 通常来说我们会用一些 叫做炭酸钙的量度标准 我们香港的食水那个 叫做硬度 或者是硬度 它通常来说是低于50 平均只有大约46左右 或者三十几至四十几里 有一个问题就是 如果你的水是属于硬水的时候 你在用肺茄的时候 你就会很伤的 因为它不起泡 你洗的也是 完全觉得好像越洗越不干净 就是这样的 那在远水呢 相反在家里 你会看到 你一用肺茄就很快起泡 那如果我们说 那些水是很硬的时候 我们说的是 那些水是 比如是超过200毫克 每公升200毫克的 碳酸钙的含量 如果你是 像我们在香港那样 低于50 我们一定是属于软水的 另一方面 有一些水 亦都是 我们叫做不硬 或者叫做中度软水 大概是150左右的 叫做中度软水 100至150左右的 至于你说加烏气那方面 其实烏气是 已经是很 在食水处理的过程之中 是很常用的消毒剂 其实自1900年开始 烏气已经开始使用 所以在水工业使用烏气方面 已经有很长远的经验 那烏气主要的作用 就是用来消灭一些病原细菌 以及病原的病原体 那它是 我们刚才说过 它主要是靠一个叫Hocl 就是叫刺绿酸 去攻击一些生物的 生物壁 或者是用来杀死的生物 那另外一方面 为什么要用烏气呢 就是用烏气能够帮我们 维持一个长久的残余 残余消毒剂 在食水供应系统里面 因为如果你比如用臭氧 它臭氧落完之后 走了就没有了 那你就不能够在水的供应系统 维持一个长时间的消毒作用 防止水在消毒 在供应系统里面 就是给一些细菌滋生 所以用烏气呢 其实大家也不需要担心 我们用的剂量是很低的 现在我们平时 现在食水处理过程 用的烏气剂量 是每公升两个毫克 两个毫克 按照卫生署建议的剂量 是每公升 维持在0.5毫克的分量 因为世界卫生组织的研究 所以我们告诉我们 就是饮用低浓度的食水 是对保护牙齿非常有用的 特别是可以防止蛀牙 它的保护效用 是由0.5毫克开始 去到2毫克 每公升两个毫克 超过两个毫克之后 它的保护作用就变成不是保护作用了 可能会对一些骨 或者其他的牙齿 有一些比较负面的效果 所以在香港来说 我们只能够维持在0.5毫克 每公升 所以这个剂量其实是很低 而且也是符合世界卫生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 是可以容许你食水里面 加到1.5毫克的 好的 或者我想补充一些 我是82至83 在伦敦住了一年 那里的水很硬 变成一煲完水 下一个煲全白了 然后每次洗澡 只要加些软水的东西 不是很伤皮肤的 所以香港是很幸运的 另外 其实你的水煲滚 已经是摄氏100度 很多细菌在100度之前 已经死了 我就不知道有什么研究 究竟滚多久才会 对一分钟、两分钟 但是当水滚了 通常已经很少细菌 可以生存到 翻煲的水也没有什么 即是水煲了 你怕有滚 就再煲滚 就可以了 应该 不要说黑夜 看着标 要多少分钟 其实煲的水 我觉得只是 令到体积少了 比如你可能少了几百分之 的体积 对于里面的化学成分 是没有什么特别影响 如果这个过程比香港高 或者是香港的水 都可以直接飲用 我刚才说的 理论上 例如你去水厂 一出来 我已经试过喝 没有问题 没有肚子 但是香港 最怕是有些水喉 是旧色的 有生瘦 令到你不安心 如果水箱 不干净 因为要经过大压水箱 如果你在外国 可能没有水箱 这回事 直接来到你家 所谓的你自己的信心 是这样的 是不是这样的 我可以回应一点点 香港的过滤能力 是比美国不差的 因为我们是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的要求 虽然你说水的混濁度 不是跟健康特别有关 但是我们在食水处理过程之中 我们的滤水的过程 是要把水的混濁度 保持在一个NTU之下 一个NTU之下 然后才会落陆气消毒 因为如果水太过濁的时候 你落陆气消毒 因为里面有可能 病原体被那些微粒遮蔽了 令到消毒剂不能够杀死它 所以我们一定是 过滤的水 在未消毒之前 那个混濁度 一定是要1之下 所以到你家里的水 通常来说我们的混濁度 都是低于1之下 都会 不知道有没有现场观众想提问 我想请问两个问题 那些泥水芯 就是会养菌 例如那些铁瘦 那些铁瘦 会不会 第二个问题就是 你们说的水出厂 就是pH是8.8 但是我讨过很多次 就是不同地方 那些铁瘦 pH最多都是6.5 有时低到5.5 为什么呢 我觉得铁瘦是不能养菌的 因为菌要其他的营养 那带个pH pH那里 我们供应食水的pH 我们的目标是8.2至8.8 我们出厂平均是8.5 至于这位先生的pH 我讨论6.5 5.5 我就有点不太肯定 你那部铁瘦 有没有教对过 其实因为很多时候 因为pH的铁瘦 其实不能够就这样讨论 你要找一些缓冲剂 用来定点调教 你才可以进行测量pH 所以我就不能够讨论 是准确还是不准确的 还有没有下一位 有 我想问斑马鱼的云作 可不可以说清楚 如何能够很快速的帮忙 监察到水质 斑马鱼 其实我们以前也有养鱼经验 其实我们以前不是用斑马鱼 我们用一些鲤鱼 但是很多时候鲤鱼的效果 就不是我们想象中那么好 因为它的灵敏度是比较低的 我们做了很多文献的条言 就发觉斑马鱼 就是它的基因 就是它的致病基因 就跟我们人类很相似 如果我们的水里面 有一些物质可以令到斑马鱼 出现一些行为异常 比如说如果水缺氧 如果缺氧 它就会浮上水面 如果水里面有些有害的物质 它就会避开这些水 走到另外一个区域 我们有一套自己本地开发的电脑程式 就是用来把鱼缸分开16个区域 然后实时每一条鱼 我们追踪它的分布和活动情况 如果我们的程式计算到 它的活动有些異常 它就会发出预警 预警之后 它就会打电邮 和SMS和打电话给我们的负责人员 我们的负责人员 就会立即反映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就是这个系统 能够发出预警的时候 同时抽取水样本 它就不能够发出预警 之后的水有它过 而我们会立即留下水样本 而负责人员回到实验室 就要立即进行 刚才我说的生物发光技术 来测试水 究竟有没有一些有害的物质 在里面 运作大概是这样的 你的斑马鱼 和去金月街是否一样 一样的 虽然有斑马鱼 它可以在美国买回来 它是有出世子 有它的基因图谱 因为有些药厂 或者有些人需要知道 某一种药吃完之后 究竟会不会影响它的基因 或者什么 它需要一些比较纯种的 没有基因改造的斑马鱼 有一样东西 大家也可能要留意 就是我们用斑马鱼 不是一些基因改造斑马鱼 我们的尾是不会有螢光式的 全部是不属于观想鱼那类的 是 哪个有麦克风 我先看 你先看 我想问 现在坊间那里 百货公司 有些叫做电解水器 那这些是什么 信不信得过呢 它说得很厉害 价钱都不便宜 几万元一部 那这些信不信得过呢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有时候我们在家开的水喉 出来的水 好像牛奶一样的 那这些 如果遇到这些情况 应该怎么做呢 就是两个问题 电解水器 我不知道它是否 有什么功能 我就不太清楚了 电解水器 我就不能够给到什么特别的评论 但是我们 如果我 照平时化学的观点来看 电解水器 我想可能是 就是做一些 叫做减性水 可能做一些减性水 就是OH 走到一旁 那就变成了水 可能有减性 但是如果你说 一部几万元的 电解水器 只用来做减性水 那我们的水已经是一样了 我们的水已经是微减性 8.2至8.8 平均是8.5 已经是非常好的了 其实就无需再将这些水 再电解 再来改变它的减性 那至于你说 那些水出来牛奶式 我相信就因为 有些压缩空气 或者有些空气 走到水里面 就变成了 这些水就 就像牛奶那样的色 这件事是 不要紧要的 开了水之后 把水 放在一会儿 它自己的气胞 走完之后 就会清醒的了 谢谢 我想请问你医生 如何平衡喝水的健康 因为人家说 长期喝蒸馏水和抗泉水 如何平衡喝水 我觉得蒸馏水和抗泉水 都没有什么特别 就是这样 煲了滚水喝就可以了 其实它里面有多少矿物质 不仅是靠水 你的食物 你的水果 反而均衡的饮食 更简单 不需要选择哪种水 听不到 对不起 如何均衡喝水 如何均衡喝水 对健康有益 我认为是以质与量 如果你是口渴就喝水 你有时间有空 没有什么做 喝点水 我觉得不需要有一个很重要的计划 如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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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遇而安 轻轻松松做人 不可以 市场上的蒸馏水 那些蒸馏水 是来自哪里 这个特别的 什么walking mountain 没什么用 我觉得是一个商品 所以有一间蒸馏水 想为我做代言人 我都拒绝了 我觉得不需要 我们香港的食水 又便宜又漂亮 不需要做这么多东西 不是去远行 怕去水都泡河 拿着漂亮的水 心理安全 这个是心理的问题 不需要那么害怕 虽然你说去到印度 我也是拿着水煲去 我姓陳的 我想问 东江水那里 其实很多报章和传媒都说 是很骯髒的 当中有密封的管道 也有开放式的管道 但是开放式管道 有很多工业的工厂 或者一些人在做些 倒垃圾 排污 污染了源头 那这方面 其实我们怎么去解决呢 就算我们香港的食 寶珠说来到香港的时候 我们做很多东西去 煮得很干净 但是源头是很差的时候 其实我们都要 都要跟他一起商讨 商讨一下 为什么你们 可以做一些设施 围着一些情报围着他 保护我们的 沃海港的水质 我觉得呢 比如我们买东西 别人给些差的东西 我们都可以迫 为何我们的源头 那么差的时候 我们可不可以跟大陆反映呢 第二点 就是刚才说到 煮多几分钟 是有可能 REMOVE 那陆气的 不是消毒 是否有什么帮助呢 煮多几分钟 三分钟 谢谢 其实 广东省当局和香港 其实一直都非常重视 东江水的水质 也都是在广东省方面 做了一系列的保护东江水的水质工作 包括了 胡先生说的 兴建的 专用输水管道 他还有 在深圳水库里面 启用了一些消化工程 消化站 也都是把我们的取水口 上移到一些更好的地方 除了之外 他也执行了很多 东江保护的法规 所以 那个污染的情况 就不是 好像大家 或者是报章报道那样 就是说 那么严重的 其实我们 亦都在香港 有 胡秋水站 有设立一些在线水质监测系统 有24小时 监测着东江水水质的 那个变化情况 那我们一路行常的 水质监测的数据 都是告诉我们 供应给香港的东江水的水质 都是符合了 国家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刚才我说的 GB300-300-2002 第二类水的标准 这个GB300-300-2002 这个标准 是有五类的 第一类 就是源头 和国家自然保护区的水源标准 第二 第三类水 就是用来供应给 集中式饮用水的 水源标准 四五类水 就是属于工业或者景观用水 其实现在我们的标准 已经是 饮用水水原地的供水标准之中最高的 其实在广东省方面 不是说做完一项就算了 它是不断地去改善它来保护东江水的水质工作 所以我相信大家可以放心 这些东江水我们接收的时候 其实已经符合了标准 如果我们在香港 检测到有什么異常的水质情况 我们也会即时跟广东省方面联系 跟进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而广东省方面也会 有些发生了什么事 它也会通知香港港方这边 其实我们大家的沟通和联系 其实是非常密切的 目的都是想保护东江水的水质 或者我补充一点 其实每年 刚才陈先生也有说 我们有两次看一看 在木湖 国内供给我们的水质 这个我们就会在水质署网业有 另外水资会是每年 通常都应该有一次 水资会包括一些官方 和非官方的人员 就上去看完整个工水系统 包括水塘 我们取水口 以及一直到深圳的 储水池和设施 作为一个非官方 和官方的参观团 我们每年的活动 那个报告 其实都在水质署网页找到 如果各位对国内的水质 有什么问题 其实你可以翻查 譬如最近一两次 我们上东江参观 那些 你可以看到我们 其实是有人亲身上去看 他们的设施 另外一个问题是什么 是煲水的 是 可不可以再说一次 煲水主要是杀菌的 鹿气的那些 不会很多 鹿气 我想你就算放在这里 一段时间也没有 它也没有 那些没关系 不用煲也没有了 是 那些你放心也行 有些游泳的时候 有Corin你也喝了很多 那问题也很踊跃 我想两位港者都不介意 等一会让大家停下来问 那我不如 收到最后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还有少少 环节要做 好吗 我们再回答一个问题 随便坐下 多谢水务署举办这个讲座 有问题要问一下李医生 究竟水有没有分 好水 靚水 因为坊间 五花百门 是 那些广告 一会就像刚才有位观众所说的 就是电解水 是 又有些健康水 一会又说那些水 那些糞团 很多的 五花百门 对 又有一个说法 就是说 水如果是弱简性 它会防癌 究竟有没有根据 还有就是说 究竟我们需不需要浪费这么多钱 特意去买那些所谓的水 除了这个 我想问问陈先生 我刚才留意得到 就是水务署 有监察的复射 复射污染 以香港现在的科技 我们有没有办法 可以处理复射污染的水 如果我们真的在那里 看得到一些水 某一个位置 例如木湖秋水站 是污染了的 我们究竟是 只是可以停用它 还是有一些补救的方法 第二就是东江水的原水 我想陈先生告诉我们 究竟东江水原水的污染物 那些污染物和我们 香港政府所出产的 reclaimed water 再用水的比较 如果我们的再用水 根本已经是很清澈的 经过逆渗透 reverse osmosis 已经是这么好的 为什么我们不扩大它来用呢 例如将这些再用水 放入水塘 用一个非直接的饮用水的方法 我知道新加坡已经在做这件事了 我希望刚才处长也在 希望可以积极考虑 不是我们不相信东江水 而是希望我们 某朝一日 我们会多一个水的源头 多谢各位 我的答案很简单 我觉得水是很简单 如果我们香港水务处出的水 已经足够了 其它是五花八门 你有钱 找些东西 哄自己开心 是这样的 我就很简单 我做人很简单 煲滚的水 已经很感恩了 已经很感恩了 另外你那些问题 可能要另外一个lecture 差不多五点了 或者我说一点 刚才你说这些水的分子团 这些东西 其实如果我没有记错 在2003年 诺贝尔化学掌德掌人 Peter Greed的研究 就说水进入你的细胞 就不是以分子团的方式 进入你的细胞 而是以分子高速 独立地 经过一个特别管道 进入你的细胞 所以在科学上 是没有水分子团的 至于辐射污染方面 如果我们在木湖秋水站 监测到辐射 如果是超标的话 我们当然不要这些水 如果不是超标的时候 我们其实都可以做到一些东西 令到辐射水平降低 例如有些 比如Cesium 134、137 这些放射性人工核素 是可以黏在沙粒或者泥土上 然后我们可以在混形、碎形的过程中 和沉淀清除它 至于过滤池 因为有沙 如果有任何剩余的色 134、137 我们都可以清除到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 我们的食水处理过程 是有一定的能力 去处理这些辐射污染的水 是有一定的 是 是 署长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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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已经是地表水最高的标准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水源 有一个很好的水源 又是一个非常合成本效益的环境之下 我们就不会放弃用它 基本上如果我们说用再造水 来做非正式饮用的供应 我们现在看法 花费的成本也是高一点的 如果你说有些地方有用 其实用的量也很少 大约是百分之一的成数 但是我们是开放的 因为我们是水务处和水支会 都是看香港的水源 希望长置居安施危 所以我们看很远 我们不单看到2030 我们2030以后 香港的水报局是怎样的 我们一直都去研究各方面的东西 但是记住一件事 我们喝东江水 像李医生所说的 基本上香港的地理环境是这样的 都相当感恩 还有一个事 原来我们跟国内四千万的同胞 一起喝同一条江 所以广东省和我们一起努力 去确保东江水 可以持续地去饮用 这是非常重要的工作 所以为何呢 我们跟它有这么紧密的联系 为何它那边要投资 做这么多监测水源的工作呢 而我们这边也尽量在各方面 跟它配合呢 那这个是一个整个 广东省里面 起码在东边的地方的人 就是一个居民 就是喝水安全 是一个重要的 需要做的工作 不要轻易放弃任何一缸水 任何一缸水 都要保持好 都要提供我们优质的水源 所以变成这些方面的工作 就是我们一直继续做的 多谢你 好了 我刚才说了 多谢署长给我们补充这个答案 我想两位港姐很不介意 停在这里 如果你各有问题 就继续问她 作为一个大学的老师 如果星期六下 就有这么多同学来上课 今晚回去 一定睡不着了 我现在有一个环节 就是做一点 就加分给思怡 对两位港姐的一些感谢 好 加分给思怡 谢谢张应兴博士 有请李嘉仁医生 陈建文先生 以及张应兴博士往台下就座 接着来主办机构水智会 会向两位港姐颁发感谢状 以感谢他们两位 在白亡之中 都能抽空来到科学馆 告诉我们演讲 现在有请水智会主席 陈汉辉博士上台 颁发感谢状 有请陈博士 我们有请第一节港载港者 李嘉仁医生 有请李医生 接着来我们有请第二节港载港者 陈建文先生 有请陈先生 好 谢谢陈博士 水的巡礼一共四场的港座已经完结 非常感谢大家在这几个月来的出席和支持 希望水的巡礼这个活动 可以加强大家珍惜保护水资源的意识 再一次多谢各位 拜拜 拜拜 再见 谢谢大家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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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